这个信号,它的信号会刺激我们运动的神经 然后它是全身的运动神经激活了以后它会到脑部 脑部激活了以后它会发明很多激素 它会就是开始发明激素 激素这一块它会针对你的这块的内脏脂肪的消耗 内脏脂肪消耗了以后它增长会就是 它里面是会产生你的这个就是能量 如果是因为这个能量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 这个能量是你已经消耗好了 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这个能量已经是消耗好了 但是你在这一块呢 这个能量是不属于消耗的能量 现在你体内里面是有能量 然后那个能量是会转变 就是你现在在开始对你的肌肉这一块 是开始激活你的肌肉的那个发生 一般来说如果你在 因为这个是属于你知识 确实你他脑他认为你在运动 当时然后你在运动 但是你事事都没有做任何运动 所以你就很容易会有形成肌肉 肌肉会跟强光的那种形成 如果说做这个物理运动的话 健身呢 打到一种消耗 所以过了养 你会如果你在运动的话 你会消耗脂肪 但是你消耗脂肪的时候 其实你的脊能已经是消耗能量 对 你这个能量已经消耗好完了 因为你在运动你会很累 对 你又要重新用那个能量 能量再补充 再补充 这个你不需要 我说为什么他们会 他们会取得这个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激化的形象 它把这个能量转化 这个能量会转化你就是对你身体这一块的脊能 对 因为它那个能量就是把你的能量转化成你的其他的身体的功能上的力量 所以这个就是跟平常我们做运动的分别 比如说平常我们做运动 我们消耗出去就消耗了 有时候会老爽 甚至是发炎 炎症 那这个呢 它就不会 它把这个能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内转 把它那个运作跟活跃起来了 那所以我们那个内转有能量的话才能够连轻嘛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 能量里面的循环 所以其实它已经在便宜的脑部里就在做运动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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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